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今天正式结束为期11天的 认识婆罗洲之旅 陛下今天中午12点40分 在三名王子陪同下 抵达旅程的最后一站 沙拉越的马拉诺湾 并且受到超过2000名村民的欢迎 马拉诺湾也是泛婆罗洲大道的起点 陛下参观了泛婆罗洲大道展览 了解工程的施工进展 陛下也亲自为耗资500万令吉 以陛下名字苏丹阿多拉命名的清真寺 主持动土仪式 为这项远征之旅画上据点 这项旅途全长2148公里 一众王室成员9月3号从陡湖出发 访问了14个地点 包括途经汶莱 最后返回马拉诺湾 现在一阶段百分钟 请进